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一起去跟进下本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环境局局长黄錦升 昨天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一条贴文 这条贴文的文字序述说到国庆日快乐 但是在文字之后 竟然间就配上了一个清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图示 这件事件就引来了网络上很大的回响 连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都纷纷要求 是要对于这件事件进行撤查的 第二宗消息 昨天有多名高级官员去到劏房那树 探望一些基层的居民 其中一个就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但是他的表现就引来了不少的争议 因为在他和劏房户的一张合照当中 大家都举了手指弓 而陈茂波笑逐颜开 但是坐他旁边的劏房居民 就是强颜欢笑的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黄錦升局长在Instagram的贴文是怎样说的 其实他的贴文很简单 就是一张日出的图片 但是文字序述只是说10月1日 国庆日长假期 加上一些标签 其中一个就是国庆日假期 在国庆日假期的文字之后 就配上了清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图示 大家都知道 这一面的旗次就是中华民国国旗来的 作为一名特区政府的高级官员 他对于这条贴文是有什么的解释呢 有媒体找了环境局来查询 环境局局长黄錦升透过新闻秘书回复 就说怀疑是有黑客 他就已经立刻更改了Instagram的密码 而且相关的贴文 也作出了修改 变成了没有了这个 清天白日满地红旗的emoji 就着这个解释 到底大家是接不接受呢 如果说有黑客特意 hack了入去黄錦升局长的账号 加了这一面这样的清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图示上去的话 照计是会有个修改记录 到底在修改记录当中能不能够反映出来呢 或是在发表这条贴文的时候 已经是配上了这个图示呢 其实是有积可尘的 可以是找到一些记录出来的 而且这个Instagram的伺服器当中也应该是会有记录的 如果有黑客是曾经 修改过的话 是会留下足跡的 最好 就真的像建制派那些人这样说 要彻底去调查一下 因为作为一个局长的社交平台账号 如果被黑客入侵了的话 可大可小 试问 如果真是作为一名黑客的话 会不会纯粹 他就黑了进去一个局长的账号那树 专程整理你 就加了一面这样的旗次的emoji 上去就算数呢 而不是发表一些敏感的口号 反动的口号呢 那真是很奇怪 就是专程整理你 而且这么多名的高级官员当中 为什么个个都不选 只是选中黄感星局长呢 是不是他那个账号的密码容易被撞破呢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照计作为一名黑客 如果你真是要黑进去一些高官的账号那树 也选择目标是 林郑或者是三思啦 为什么选择一个都无关重要的环境局 走去 整股造怪呢 这些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我们又去看看到底建制派的 有些立法会议员 有些什么的说法 民建联的陈克勤大议员就说 环境局局长黄感星出post 何国庆 却令人震惊地佩尔 清天白日满地红旗 删帖之后 便称账户被黑客攻击 大家接受环境局的解释吗 他的hashtag就写着 黑客老是常出现 似乎这个陈克勤就抽水了 不多相信黄局长的解释 另外 民建联的葛佩帆议员 葛大博士就说 作为问责局长 需要妥善地管理社交账户 不应该出现这类的低级错误 他说如果账户是遭到黑客入侵 有机会 就出现较加入emoji更加严重的情况 例如是发表违法文章等等 建议局长以致政府要撤查事件 包括检视账户的权限和流程 以及了解是否有人犯错 或者是有外洩资料风险等等 再视乎调查结果 决定是否交由警方跟进 上星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接受星多日报那篇的专访当中 被记者问他 究竟慶祝双十节是否违法呢 邓局长就说 任何人有意图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是严重的罪行 你首先要问清楚自己 你是否有这个意图 如果你是没有这个意图 为什么要庆祝这个日子呢 黄感星局长那条帖文 如果他说是庆祝国庆的话 到底他是在庆祝哪一个国家的国庆呢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呢 因为他配上了那面旗帜 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一定会引起很多人的误解 误会 所以这件事 最好由他本人出来亲自交代清楚 否则应该作出一个彻底的调查 否则的话 这个错误是不能够被接受的 因为他每个月出30多万粮 作为一名问责局长 就没理由分不清楚 清天白日满地红旗 和五星红旗 在1993年的时候 当时的四大天王之一刘德华 曾经去到台湾那里 慶祝双十节 他当时出席了台湾的双十节军民联欢晚会 而且他还高叫 希望每年都能够为国家出一分力 当然他在这里所说的国家 就是中华民国 但是后来 这个华底 都可以洗底 他在97之后 曾经获邀出席央视的 春节联欢晚会 他也是唱过红歌 和毛雅敏 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所以这个华底 就是成功地洗底 但是 他出席双十节活动 就是在97之前 现在97之后 已经是二十多年的时间 有什么可能 作为一名局长 他现在就说有黑客 到底这个黑客是什么人 一定 天涯海角也要缺拿归案 因为是很严重的罪行 他竟然就是 派入了一个局长的社交账号 搞屎棍 应该要抓这个人 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存在呢? 会不会又说已经潜逃到俄罗斯呢? 那真的有待调查了 接着我们就看看 另一宗消息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曾经说过 香港在2049年的时候 将要告别劏房 和农屋 昨天就有三名高官 走去落劏房那时候进行探访 分别就是有 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 陈范 以及 民政事务局局长 徐英伟 陈范波先后探访了公屋 以及劏房的家庭 和居民讨论日常生活的困难 这些真是下从不可与兵 陈范波买了些水果 去探望家庭 售房的公屋住户就说 之前30元的瘦肉 就够一家人来吃 但现在加了价以后 就不够了 又说那些消费券 买了物料来重铺地板 然后陈范波 就去了探访劏房户 并且 还跟住户一起包饺子 陈范波司长就说 房屋的供应要加大力度 如果劏房户是能够上楼 就差很远 租金又便宜很多 他就 说到好像很关心租户 实陈范波本身也是一个经营者 早在2012年的时候 当时的苹果日报 就已经揭发 陈范波 是有份经营劏房业务的 所以他才有一个花名叫做劏房波 但是 昨天陈范波上载上去 Facebook的那个片段当中 其中一幕 竟然间 就是陈范波 和那些劏房住户 一起来举手指弓 四个人举齐八个手指弓 然后陈范波笑逐颜开 但是 坐他旁边的 劏房女住户 摆明都是强颜欢笑的 哎呀 出来的画面就不漂亮了 如果我是他的幕僚 我一定提醒他这一幕就不要剪上网了 哎呀 认真是肉酸 崩口人就寄崩口碗 你本身也有经营劏房业务的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但是你曾经经营过都死了 你搞得好像自己一个包租工去巡视业务 哈哈哈哈 就好像看看 到底那些租户交了租没呢 你给人一个感觉是 这样啊 真是很肉酸啊 那些租户 对着包租工又要强颜欢笑 举例 给人一个感觉是这样的 因为你自己有份经营过这些东西 你又去探访务房户 其实做这些公关show 就真的很讲技巧的 你自己明知道有这样的历史的时候 你就应该避忌一下 避语一下 实情 既然你作为一个财政司长 你避无可避一定要探访务房户的时候 你渣家衣都要显示出一副先天下之幽而幽的态度 没有理由就说去举帽子的 你只是被人看到就不多好 虽然他举帽子就是因为 他弄好了那些什么 饺帽子的东西 但是人就不会看完整条片那么久 人家看了一下半下的画面 出来就不好看了 实情他那些幕僚也是 没什么这方面的触觉 这样的片段你都给他放上网 这一幕应该剪掉了 冷温情 试问其他那些劏房户 见到你这样笑笑什么 你笑他住劏房吗 你有大屋住有官邸住 当然是 给人的那个感觉是不好的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